因为里面种花 如果它里面是装水 养鱼 就叫做鱼缸 对不对 它做什么 就像我在跟你们说 这个叫茶杯或尿杯 是在使用过后才知道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花盆 是因为我们做成 其实它本来是一大堆塑胶 一大堆塑胶本来是 石化产品里面的一些东西 那你把它捏捏捏出来 就叫花盆 请问有没有 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东西 叫做花盆 而颠铺不破 从来都是叫花盆的东西 有没有 没有 它可以是瓷 可以是土 可以是塑胶 可以是纸盒 可以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通通可以叫做花盆 对不对 好 请问世界上 有没有一种东西 叫做山 我们看到那个山 永远不变 本质永远不变的东西 叫做山 好 请问世界上 有没有一个人 叫做正成功 永远不变 都是所谓的正成功的 永远不会变的东西存在 这个花盆 一下子分解掉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建山是山 是因为 我们看到任何东西 一定成熟 用来称呼它 可是这个东西从来不会永远存在 套用国家的术语叫做没有自信 听懂吗 没有自己的自 没有自信 就是不可能永远存在 不是真理 好 所有的东西 人们用来称呼的 是山 是水 是什么东西 都没有一个东西 永远固定不变 永远不变 没有那种东西 所以一般人说 那是山 建山是山 第二个阶段 建山 飞山 告诉你 你平常所认知的东西 都不是永远不变的 都是流变的 到这个阶段知道吗 到这个阶段就告诉你 你所有的认知知识的内容 其实只是短暂的望向 不是真理 第三阶段 你既然已经了解到 原起性空空性的道理 什么意思 所有的东西之所以存在 只是某种条件之下 它是存在在这个样子 当你可以理解 这个就是因缘种种条件 所产生的一个暂时的假象 没有永恒不变的道理 没有自信 所以这座山 现在是这个样子 一山这样的 下一次地震 一山 携一把 出一把 你要怎么 这个时候第二阶段 你就了解到 世间无自信 没有永恒不变的 所以建山飞山 没有这个永恒不变的山 可是呢 你既然了解的 这样子的道理 在回头过来 整个人世间 跟人家 共同来谈话 你还是要讲 那个是山 那个是水 那个是 这样才能沟通 但是你已经心里已经知道 没有永恒那样的东西 因此你不会像别人 那么直走 那个就叫山 那个什么什么 你已经免除掉那种直走 而能够行走自由 行走以人世间 跟别人沟通 引导别人 走向更自由的心智 进山 还是山 可是已经不再直走 这样听到吗 这最简单 最简单就这样子 金刚经最重要的一个华语 就是这个 金刚经是主观的后空 心经是客观的系数空 空不是没有东西 空只是告诉你 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一切都随着条件在做变化 我只是把 国经的道理 用最普通的话 一点不会矛盾 不会让你模糊的方式 讲出来而已 那些都没有改变 都很简单 所以 我们存在 在这个世间 随时都在 一直在改变 无常 所谓的无常 其实只是 电机 看种种条件的状况 而产生的变化 所谓的无常 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一直在说 你今天 我第一天就告诉你 你小时候照片拿来看看 几十二十十 每一个时候 是不是都有一个我 每一个时候是 很坚持 很什么坚持 一切都不够变 你套到这个会所 你什么东西 在执着 但是呢 别大部分人 天天还是很执着 就是放不开 那为什么放不开 因为你所接受的教育 都告诉你如何 放不开 你知道吗 人的成长 其实是被污染的过程 人的教育 其实是被信念成为 某种系统 某种统治之下的 哈巴狗 是被信念成为奴隶的 禅宗为什么会是 中国佛教的敌人 因为禅宗要把它解放开来 这一解放开来还得了 我就很难统治 既得利益就很难 合合啊 省卡丘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宗教 很容易在台湾传教 因为我们的教育 把台湾人交成基本上 很容易当奴隶跟当顺民 那为什么很容易 当奴隶跟当顺民呢 好了 我今天要把最核心的问题 讲出来了 观念华里里面 如何让台湾人 变成最好的人 也有可能变成永远 没有办法 欢声的自我虐待华 讲起来很简单哦 我讲一句话 我都用最简单的来讲好了 请你们翻开那个书 《观音佛主那一天》 李chodzi 台湾宗教信任 deswegen积聚 看到沒有 77 77 台灣素人 那個介紹 四個台灣人之後的 第一天 冠冥活動 都沒有打 就我照一下 如果我要按照 一般的老師們的上課 比如說有這麼一個東西 狗文老師要怎麼樣 然後就順著那樣看 一記一記的念 然後解釋給各位聽 對不對 那樣就是最好的睡覺的時候 對不對 通常我們都是這樣 所謂上課是這樣 然後西方的就有化耶 然後用PowerPoint的 然後用解釋老半天 那你們在上環就教一個課 也都這樣在上 然後上完了 請問哪些東西 可以變成你的內容 我想很難吧 很難 可是除非你真的想去弄什麼的時候呢 那你也可以把它弄成 編成自己的東西 問題出在 它跟你的靈魂有沒有關係 譬如說我要解釋一個 我想我今天到明天 我會把課程調到 第一個 去阿里山的那一條 我用兩個小時先簡簡單介紹 其他的時間 我還是用來用在這一種 還是你們喜歡比較喜歡聽什麼的 因為這台灣人的呢 我們既然有三位台灣朋友來直接講了 我認為我不想再用這種方式就是說 因為那每一篇文章真的你自己看的話 可能看不下去 是不是 會不會看不下去 昨天已經看了幾個了 還可以是嗎 阿彌陀佛 謝謝你們 那已經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我先把這個結果來談 然後再來談 再來看觀念佛主這部份的題目 台灣人的信仰文化是幾千年來 人類精神領域的操管結晶 也就是觀念佛理的自我淬練跟超越 什麼意思呢 在普通台灣人的心靈 就像什麼 就像前幾天跟你們說的 台灣人面對苦難 我們會說不定 吃苦拿吃苦 這只是考驗 啊這只是觀念佛有一個考驗而已啊 然後依賴他所相信的抽象神明世界的神 就可以紓解掉人生的困境 平息心情的混亂 善良的百姓的善良 秉性善良的台灣長臨啊 一般都做得到 那這一套深度的心理療法的原則是 賭信台灣觀音的人們 當內心有任何不順 引起任何情緒波動的念頭 產生產生的時候他都認為那個是觀音用來測試我們 糾正我們 要我們從最深層裡面最深層的心態去把這樣的觀念 塗掉 塗掉 你可白 你可白 塗掉 消除掉 你越是能夠消除掉人生境遇的種種的心念 幻象 妄象 也能夠逼近終極超越 絕對自由的某種妙因 在佛教講妙因 觀念佛者講妙因 在西方基督宗教講的就叫做胡因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那這個 是風動 心動 騎動 心在動 心在動 你屁股在動啦胡說 實實在在就是屁股在動嘛 因為能夠揹進終極的那種東西 但是這一套觀念法理裡面 它有一個前提 這個前提是什麼你知道嗎 如果不了解引起性空 不是要追求空性的真諦 而能夠斷煩惱鳥生死的話 那你碰到什麼事情都認為這是用來試驗我 那你會出問題 你們了解吧 因為這套東西正是大男性沙文 戶權結構文化 最容易奴役女性 欺負善良的最佳心理 這也是心理反制法 台灣最了不起深度的文化 卻也是霸權文化 最容易用來創造奴隸的同樣一套法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一套三千年以後 也能產生整天台灣的悲劑 可以產生那麼好的無功用型的人 卻始終沒有辦法集合形成台灣 一般集體的善變成制度的改變 社會公義的追求 沒有 你會覺得很奇怪 夭壽 這套這麼好的東西 因為人家這套東西最基本是你要先懂得自決 沒有自決 你用這一套出來叫順明 叫自見 差別那麼大 啊 大師 啊 要怎麼把這奴隸說清楚 因為捷悟這個東西怎麼教啊 怎麼教啊 而既得利益者發不得利如逢如好啊 他怎麼會去教你 所以你就看看 必然統治者正式也是用這一套東西在殺台灣人 這一套觀音法裡奠基的是在援起信空 追求大自在大解脫的自立盛道 讓台灣人永遠去像現在的這種信仰 你永遠台灣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獨立的 那這一套的大道理是像三太子那麼徹底的去消除 禪除掉有行無行的障礙 禁知本心的絕對自由 靠的是自信證物無假他求 當你在往內在呢 要往內在訴求的時候 反過來 你不是這樣 你被承認 依賴外在的所謂神明犯將的時候 就非常他利主義 你們現在看到台灣最大最大部分 都是他利主義 大家要來扔神絕 扔神絕 扔過 我告訴你 三個月不打賣 四個月很好以後期 沒辦法你家世兩個鍋 但是呢 你已經完蛋了你知道嗎 你已經完蛋了 那你會覺得說 我是在緩這些宗教信仰 拜託你不要那麼誤情好不好 我到哪裡一樣敬 但是一直告訴你的 就像誠心敬虎 無敗無法 行為不是百敗無用 你去看看現在的廟宇 主事者是不是貪官污吏 是不是流浪地底 是不是幹盡所有的 惡劣的事情 去佔盡天下的便利 你會覺得 所以台灣像很多人都跟我講 都說到自己的這裡 你要了解到 根本矛盾 最大的吊詭就在這裡 這一套最好的東西 卻也不可能變成 因為如果你沒有自覺的話 好啦 你看看喔 你如果依賴所謂的神靈 那你已經變成他利主義 那你又不了解 這個觀音法理的究竟 那可是你偏偏又因為沾染了 觀音法理叫你說 逆來順受 有不好的事情來 就是觀音要試驗囉 好啊你就這樣試驗 那你就做得很徹底 我告訴你 你做越徹底 就是越變成自內狂 要玩SM 時間久了你就發現 你就變成怨天尤人 甚至於反過來 作罵痛恥神明 是低級的 是迷信的 事實上 碰到任何不合理的事物 就是要以理性公義公正不偏的途徑 去消除 而不是變成點而道理 不是變成狗鳥心台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 你看看台灣現在佛教也好 什麼也好 他們要人家什麼事情都不要 盡量講好話 做好事 對做好事都很好 講好話也很好 但是不能變成相驗 不能自我欺騙 不能規定人民不可以參加示威遊行 那個就是移民策略 那個就是奴隸制度 什麼叫做菩薩 菩薩要敢殺 敢妄為 敢贏 敢什麼樣都敢 只要對於真正公眾是一個對的事物 只要對於世世代代是更對的事情 要勇於犧牲自己 為法妄欺 而不是當阿Q當相驗 著作為內 佛法是怎樣走的 哪裡都一切都是柔順 都是順從 什麼東西的 黑龍是在信任什麼東西 被催眠底下的 沒有自覺性的 完全違反佛陀的道理的 所以各位朋友 你不要 台灣如性 最長期被培養 就是這個樣子 不是嗎 你們都是吃這個長大的 我也是吃這個長大的 剛才一個協議來跟我抗議 你怎麼可以拿到 罵我說 如果我不接受的話 我還不是一樣大沙文 大男人主義 是是是 真的對不起 我現在習性未改 我已經 一開始就跟各位承認了 自我反省的結果 一無四處 命目可正 我知道 佛教或者是什麼 講的一句話 立稿而死 這個是慚愧而死的意思 真的 我想呢 你看 我應該找個一天來自殺才行 但是我很想開飛機去撞什麼 我在高雄的時候就說 我要號召那個癌症末期的人 跟我走在一起 我第一個 哪一個地方最大故宮不易 我們去把這個七格 做最後勝於教旨利用 總統有 總統有 我們要愛惜古蹟 不要炸那個東西 因為炸那個人太不足德了 我希望早真的有智慧 而是很兇很壞的人 或者那些大污染廠商當什麼 你們知道 我接下來我要講一套 你會說很奇怪 你不是要講觀音法理 還沒有講完觀音 現在突然要跳到生態法醫 對 我就是要跳到生態法醫